长发大眼皮肤白皙 秀出多张甜美自拍照 30岁的灵性女子外表靓丽 却被警方查出涉及杀人命案 被害人还是自己的男朋友 嫌犯在命案发生前 就住在台北市中山区的这一处社区 根据死者的朋友透露 房租都是由死者在脚 不过日前被害人失踪之后 嫌犯告诉房东 两人已经分手并搬离租处 灵性嫌犯本身是彰化人 在台北酒店工作 和死者同住在中山区精华地段 租金一个月约4万 疑似长期都有南方支付 分手后跟房东说 不会再回北部了 请房东直接清空屋内物品 而他平常晚出早归 和住户作息不同 虽然已经搬离 但邻居对他仍有印象 闲犯10月初成发文 写到谢谢你给我想要的一切 曾说过的话不会忘 几天后又透露心情乱七八糟 疑似和感情有关 死者朋友透露 被害人离婚后 和嫌犯在酒店认识 交往约一年 每个月付10万包养灵性女子 女友要什么给什么 却疑似因为口角纠纷 引发杀机 51岁的张姓死者 从事金融业 被家属报失踪人口 找到时已是冰冷遗体 他的儿子透露 爸爸曾说要和他联络 却没有音讯 只知道最后一次通话 爸爸和灵性女子在一起 警方持拘票找到灵性嫌犯 当他听到男友死了 异常镇定 一副事不关己 但问到关键问题 当时你人在哪 最后在哪里看到男友 他眼皮跳动 手不自觉摆动 警方直觉有问题 持续突破心房 他才坦诚杀人 但依旧面无表情 眉眼外表下 却是这般冷血态度 让死者亲友不敢置信 TVBS任陈陈锦韵琪 台北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